二字一的時候介紹到植物的體質 植物的器官有六大器官 分別叫根莖葉花果的種子 其中根莖葉被叫做營養器官 因為根莖葉負責 產生就是形光的作用 產生養分 傳遞養分跟儲存養分 它都是跟養分的產生跟運輸 跟儲存有關 所以叫營養器官 那麼花果的種子呢 是跟生殖相關 尤其是有性生殖 因為其實根莖葉 也可以營養器官繁殖 無性生殖 但如果我們先討論 有性生殖 那就是花果實種子來執行的 那這個是有性生殖 所以叫生殖器官 而我們今天這個二字二 就是介紹根莖葉 也就是營養器官 它的解剖構造以及功能 所以我先分一下 器官分為營養器官跟生殖器官